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行员认识时间也挺长的了 十多年的了 因为原来也都是一块儿玩乐队的 我们那个年代就感觉 就是摇滚乐队齐哈雷 打火苗 打猪楼什么的 那会儿受的都是那种传染 所以我们小时候就特别喜欢 那种美国机车文化 它像人在驾驭一个隐形的那种感觉 跟摇滚乐那种很暴力的那种感觉 可能比较贴气 我们最早有一个乐队叫《选战七天》 然后我们乐队我是伴手 2005年我们参加FationBeat 亚洲节拍 我们是中国区的总冠军 但是那会儿玩乐队可能环境还没那么好 然后也不能说靠玩乐队就能生存下去 然后但是总在找点事儿 所以我们就一块儿开了一群行 感觉做这个生意就对我们来说 兴趣还比较大 起初我们店太保守了 只能卖入门级的最传统的东西 但是随着我的信息量的扩大 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 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 远远都不能满足我们 然后我们就是想着 能不能把全世界最主流 最大牌的乐器设备带到中国 这样会更丰富我们产品的线 丰富我们的专业性 我从09年开始去了六四美国 美国有一个乐展叫Namshell 它是汇聚了全世界最顶尖的厂家 然后我们会把国外的一些比较不错的品牌 联系到国内 然后我们去做代理 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最顶级的贝斯了 Logo是蝴蝶 Fodera这个牌子 基本上就是所有贝斯手 都梦寐以求的一个贝斯了 神转七天好像挺有名的 对 因为好多朋友也都知道这儿 确实很有质量 然后在于是设备品牌什么都很齐全 很高端 我们这儿最大的一点好处就是 不管你买购买 不管多少钱的钱 你想谈哪个你都可以试 因为你那BOOST只是增加它的音量 然后这个双中道 你可以通过这哪个通道去调 孩子嘛就是目击它 它比较大众化 然后可以边弹边唱 玩这样比较有意思 具渐她现在也是赛特的代言人 有那种明星效应 然后她会扩散这些影响力的 它使这个情笑会有一些人追捧 现在行员就主要辅责金层银行 我就负责国外代理的品牌啊 然后我去国外挑一挑牌子 然后挑一挑产品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乐手 我可能对有些效果器的功能不满意 或者某些效果器的音色 我觉得不是特别合适 所以我主要的作用 是在调整这些方面的平衡 然后来推出更加适合 吉他手或者乐手用的这种东西 你看这个效果器 就是我们自己开发的这个效果器 现在包括两款过载 然后三款时针 还有这个 只限量20块的特别颜色的等等 我们也会经常开车去 他们国外的一些银行我们去转 后来我突然发现 他们熟了是有很大的门店支撑着 然后他们的网店建设得非常好 这块我觉得非常的鲜洁 应该算一个趋势吧 然后所以我们这两年 也在积极地往网络建设这块 靠 争取在未来三到五年的状况吧 让网店能超越门店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理想的 以后我们会接触更多的国外的一些的代理生 会把更多的好的品牌带到中国来带到北京 然后我们也希望认识更多的外国的朋友 你们可以来北京的旋转七天 选期MUZ7来购买吉他 你可以百分之百的放心 所有的错误都是正品 中国的价格还是很nice的